佩斯科夫表示 乌克兰和美国极力否认 参与袭击事件的做法是可笑的 而且美国也应该明白 俄罗斯知道美国是这次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 佩斯科夫还表示 俄罗斯对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一事的回应措施 会经过周密考虑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不过目前不能透露任何细节 俄罗斯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 俄罗斯坚决谴责利用无人机 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企图 这一行为的严重性在于 这是企图在胜利日前夕暗杀俄罗斯总统 针对这样的行为 俄方不得不予以回应 目前俄罗斯侦查委员会 已经对此进行立案调查 相信所有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员将会被查出 对于俄方指认 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一些官员予以否认 乌方还称 俄方此举意在为其对乌发动大规模进攻做铺垫 4号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美国在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事件中 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美国既不鼓励 也不允许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外发动袭击 科比还称 美国政府官员不确定 谁是这起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 但正在收集更多信息